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吃蝦? 我差不多了 你今天在咖啡室忙了一整天 下午就能吃半份三文字做一頓 當然要多吃一點 飽了 那喝湯吧 子妮從來都沒有把湯給你 更加沒說摸蝦蝦 你看開點,女生要溫柔體貼 男生才喜歡的 真是有多喜歡 阿豪全程都沒看過媽子妮 只顧著玩手機 他認識了一個咖啡大師 我想他在聊天 我? 沒問題 那什麼時候約中學姐妹聚焦? 師兄回來了? 你說真的嗎? 他現在怎麼樣? 他是不是長期留在香港? 是嗎?他有提起我 師兄是誰? 是嗎? 是嗎? 他之前有一陣子 整天都提起這個師兄 好像還為了他加入誘導隊 是暗戀隊長 是嗎? 我沒見過,媽媽好像見過 是呀,在街上遇過一次 還可以的,正正經經 好,就這樣,再見 怎麼樣?師兄回來了嗎? 是呀,師兄回來了整個月 而且還經常問我現在怎麼樣 很想見我 你說見師兄那天穿什麼衣服好嗎? 即是你女兒注定這輩子 都幫我剝蝦殼 好,似乎何解呢? 即是智莉都這麼想見師兄 但是阿豪聽完之後 一點反應都沒有 很明顯她已經吃了智莉 待會Jerley等半小時 幫我們試造型 這衣服搞定了嗎? 還有一件未燙 我馬上去弄回去 快點 阿豪 子仁 你的電話正在鎮嗎? Trace發了一些無聊的東西 你昨天顧著和人聊咖啡經 不管她也算了 現在你看雜誌也不回覆她 你看死她不會走是嗎? 我不是這個意思 你昨晚有沒有聽到 中學時的師兄說要約她嗎? 聽到 就算你覺得你是吃著她的 你也不斷做客氣 讓她覺得你是緊張她 但我和Tracy的相處方式不是這樣的 那你當我沒說過了 好 Daisley Jerley,來了 這位是… 這位是我的新經理人 David 雖然我們今天只有十幾分鐘 但Jerley說你不會令我們失望 希望吧,走吧,爭取時間 好 我想要一杯咖啡 我幫你搞,先去洗衣服 好 我想要一杯咖啡經理人外賣 不好意思,我們 你們不切外賣嗎?這個可以嗎? 不好意思,就算你自備暖壺 但是基於我們… 這些咖啡放在壺裡會走味 不過這個壺不會 這個壺在德國做 是專門裝咖啡而似的陶瓷內膽 保證六個小時內的咖啡都不會走味 想不到Jerley口中 可以堅持的咖啡達人 竟然不知道出了這個壺嗎? 我專門給你拿 好 氣場很厲害 想不到跟咖啡小黃椒K那晚 今天下午跟師兄喝茶 他真的很厲害,一點也沒變 不是,我說是比以前還帥 然後他還賺我成熟了和漂亮了 是嗎? 他問我有沒有拍拖 好,那就讓我們合照給他看 他散尾很斯文 是嗎? 你還吃蝦嗎? 好 好 師兄 是呀,不好意思 剛才我要早走 原來這間餐廳真的有很多人 所以我要早點來排定隊等位 你想見我男朋友? 你等等 師兄說想見你 如果下次出去,你來不來? 沒所謂 他還好 明晚吃飯? 好嗎?我先問問他 如果明晚吃飯,你有空嗎? 可以 他可以 我會記住你說的話 遲些再說,再見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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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師兄說叫我不要太遷就你 好嗎? 因為我是女生 他說如果拍拖的時候 習慣了我主動去等位 排隊的話 那你就會變得理所當然 不懂得深色 那誰有空,誰等位很正常 對,我也是這樣想 雖然大部分都是我等位 但我真的沒所謂 但師兄就叫我不要太遷就你 你平時很遷就我 為何我不覺得 不過你那個師兄 真的很多款閒事 其實他只是說說而已 好嗎?我先洗手 師兄 Tracy,別太卑微,你值得這麼好的 什麼意思? 先生,各位 來到了 你好 這麼巧? 我剛好約了朋友,但他還沒到 好,你坐吧 好,反正我女朋友還沒到 奇怪,平時很少會遲到 那就是平時都是他等你 很少你等他 看來你吃著他 那我沒說誰吃著誰 我始終要看店 對,上次喝完你的咖啡之後 他說我會讓Jerry不敬你 那不是你帶來的烏烏糕嗎? 那個烏烏糕其實是我一個對咖啡 可以的研究朋友介紹給我 他還代理了幾隻咖啡豆 有機會給他介紹給你吃 好啊,我給你問我電話 不用了,我知道怎麼找你的 小姐,有位子 有位子,謝謝 對不起,剛才那個司機 敲到前面的車,所以我遲了 除了司機 麻煩你 你們認識了嗎? 對了,師兄,你見過阿豪的照片 拍得他也不奇怪 你是師兄? 上次在Leslie到的時候,我還不知道 你上過哥哥那裡? 我和同事上司造型 那時候還不知道你們有什麼關係 直至上次你給你男朋友的照片 讓我看,我才知道我這小孩這麼小 我說是緣分就真的 Tracy今天很漂亮 我出來見你 你是梓梨的師兄 也是Jerlie的新經理人 是嗎?為什麼你不說? 上次有這麼多人在 如果我說了出來 所有人都追問我Jerlie的事 那我怎麼跟你聊天呢? 不行,待會喊完食物 你要告訴我 你如何成為Jerlie的經理人 以及上我哥哥的工作室的過程 不如你喊食物吧 好 不用了,我喊了 這套老闆是我的朋友 我叫他幫你發辦 我跟他說了你最喜歡吃海鮮 所以絕對不少你的海鮮評判 太好了 那天由你當領隊 我們上到領獎台上 每個人都哭了 是你最差勁的,開水喉感 吃吧 謝謝師兄,我自己來就行了 你今天穿得這麼斯文 不要弄髒了一隻手 你的嘴角 謝謝 原來你們認識了很久 認識了很久,從中四到現在 那時候我應該去預科 師兄那時候還沒叫師兄 第一次見師兄的情景 我這輩子都記得 我記得那次是我們學校和隔壁南校 有一個郵道交流會 發生什麼事?你們為什麼不想去? 何彥琳想約隔壁南校的男生 去看電影 誰不知那個男生不僅不去看 還把他的信用加鹽加噪 貼在走廊那裡 他寫一些不是我寫的很噁心 現在全香港的學校的人都知道了 他都在笑我 不用哭 那男生是不是今天 第一個出場的懸人? 他這麼沒品,我幫你教訓他 我伯父偶然不知道他在打 David會不會不會不比他打的? 是呀,他是隔壁游道會的主將 還是學界冠軍 別打了… 你以後別再敲他兒子了 別打了, 放手師兄 那天之後, 我們個個都叫David做師兄 自從師兄打到個高大衰投降之後 是沒有人再敲我們學校的女同學 高大的男生都被你打得低 David也挺厲害的 厲害, 由道打球、讀書 每樣東西都不會輸蝕過男生的 我吃飽了 好吃, 喝湯吧 好… 請便宜吧, 我們全班女同學 都因為師兄加入了柔道學會 可惜一年之後, 師兄就去美國讀書了 謝謝 師兄說想探望Mr. Chan和可Sir 不如我們約幾個人陪師兄回學校吧 多晚了, 我差不多走了 好, 那有空再來吃飯吧 好, 好, 再見… 好啊, 不過我想要等我下班之後 才有空 沒所謂, 地點你選擇 大家看到嗎? 芷妮正眼都沒看過好 是現在殺出師兄 將他的形勢180度轉變 看來這個師兄 在芷妮心目中的地位都挺高的 當然了, 以前芷妮當作偶像 我也覺得怪的, 你這麼放心 芷妮出夜街, 原來你知道師兄是女生 什麼?我已經說了在街上碰到她 才知道師兄是女生 碰到? 媽媽, 你當年不是正經地跟蹤我嗎? 怎麼也是 芷妮, 比起我你知道師兄的質素這麼高 其實我真的會很害怕 妹妹, 你說了哪裡去了? 馬鐵妮, 你說 你有多喜歡你的師兄 就是崇拜那一隻 放心, 賴顧 就算Darric喜歡女生 也不會喜歡他 我現在很差嗎? 人家身邊是天后Jelly 人家人又漂亮, 性格又好 哪有得比? 我喜歡男生, 而且師兄一直當我是妹妹 特別照顧我 我除了對她尊重之外 也沒有其他 那就好了 妹妹, 你肯定師兄 真的只當你是妹妹吧? 是呀 大姑娘, 你要試手霜? 你正在做夢嗎? 是手霜乾淨 對不起 坐下 你是不是還在想你的師兄? 你說什麼? 你別裝作, 你騙人也騙不了我 在想你的師兄是不是對你有興趣? 你真的這麼覺得? 那就要問你自己了 我也不知道 但是師兄以前在學校的確是風頭等 有很多女同學圍著她 但我覺得她真的特別照顧我 而且對我好 害得其他女同學也有些妒忌我 青春期的女生是特別敏感 特別小器, 特別威脅的 那我又覺得師兄當我是妹妹 不過我覺得她好像很在意阿豪 經常都問你跟阿豪拍拖得怎麼樣 就叫我妹妹對阿豪那麼好 即是你覺得她不喜歡你的男朋友 本來我不覺得這樣 但剛才讓你們說說說 令我有點害怕 而且我們見面後 她真的發了很多訊息給我的 你看 對呀 她教你這麼多招式對付阿豪 對呀, 像特別在意阿豪一樣 那你說這些不叫妒忌嗎 我想你想多了, 不用不敏感的 但她有約我跟阿豪兩人出去吃飯 這些也不叫行動 如果她真的對你有興趣 她自然會發動攻勢 到時候才見招殺招吧 嗯 謝謝 不是呀, 這麼簡單的拉回來 拉到散散了 知道你上來找我 打算沖一杯雷梯給你 誰知被你捉到我失手了 不用客氣了, 給我一杯黑咖啡 好 黑咖啡 來 焦得這麼厲害 你怕女朋友被人叫了也不用這樣 本來我是想上來提醒你 叫你小心胖子這個師兄 現在真的不用說了 連你也覺得那個師兄對子利有事嗎 其實我沒見過他們怎麼相處 幫他拉椅子, 幫他摸蝦殼 那就糟了 比你這個正牌男朋友還好 好, 如果對方是一個男孩 起碼你還可以跟他摸蝦殼 你看他師兄是一個女孩 你連摸蝦殼的機會也沒有 那我應該怎麼辦 本來你的封面也不錯 不過你抵抬那股草食藍 踢一踢, 讓我動 不是, 嚴格來說, 你是踢刀不動 你知不知道 你自從追了馬芷妮之後 你每件事都老鳳 不行的, 弟弟 那如果他約我跟芷妮出來見面 我應該怎麼做 用行動告訴他 那個女朋友是我的, 這樣 那是怎麼樣 是時候我去跟你上一課了 好 子彥 你有沒有合我的尺寸 給我三個字嗎 有, 你要去球還是去喝 我去打醉 這麼早 你也是, 坐 通常人都會早點到 尤其是你早點女生 我總是覺得女生不應該等人 所以我早點到 研究好餐牌 想好待會應該點點甚麼給女生 有, 我有, 請 謝謝 你們怎麼這麼早到 Tracy, 坐 不好意思 你沒事吧 我沒事 我怕你們沒有訂位 所以就打算自己早點來拿定位 這些事是不用你做的 其實我覺得這間餐廳的東西很好吃 今天吃甚麼 我剛才問過了 她們今天新回了一批生蠔 不如叫Darcy 好啊 不要 之前你不是說過我的胃不好嗎 先不要吃沙爛的東西 那喝個熱湯 暖暖胃先吧 好啊 之後吃雪乳吧, 好嗎 Tracy今天下午就吃了雪乳吧 你怎麼知道 她有發帖上臉書的 你有沒有看過嗎 不如這樣吧 試試這裡的黑毛珠 我叫她切薄一點 那就不怕我太飽了 嗯 麻煩你 不好吃嗎 不, 我覺得很好吃 不過不知道為甚麼 今天有點肚子 所以不想吃那麼飽 但不吃又好像很浪費 不怕浪費, 我幫你 慢著 Tracy吃了這件事 怎麼沒意思勞煩你 你們兩個別搶了 你們兩個別搶了 乾杯 其實我的意思是 不如留頭吃甜品吧 我突然很想吃豆腐花 西餐廳 你幫我買回東西吧 好 我跟部長說清楚 我會買東西回來吃 然後馬上就去買 等我 嗯 你男朋友好像失目了 師兄, 我有些事想跟你說 你知道你一向都是 直接跟我說話的 其實我知道你對我很好 所以我也很感激 不過我有男朋友了 我真的不能接受你的 你不是以為我喜歡你嗎 你想多了 但你之前又發了這麼多訊息給我 又跟我說不要對阿豪那麼好 又找甚麼可以值得擁有一個更好的 傻妹, 你這麼單純 當然是值得更好的 不明白 我之前去了你哥哥的工作室 去之前Jerry跟我說了 上面有個男生EQ很一般 後來我發現 原來那個就是你男朋友 我看到你這樣遷就他 他好像很不在乎 我就打算嚇嚇他 你特意讓阿豪不會嗎 其實阿豪本身不錯 只不過有點遲鈍和太被動了 但如果你繼續無效限地遷就他 他就真的會當你妹妹了 我心甘情願他也沒有逼我 我真的很看不過眼 那些有公主病的女生 不過始終我也覺得 女生是應該要愛惜自己 才值得別人去珍惜 其實他對我很好 如果沒有我這樣刺激他 你覺得他會不會像剛才那樣 扑出去幫你買豆腐花 拍拖是要雙方共同地付出 才會有情趣 我知道,師兄 現在我看到阿豪像一個男朋友 我也替你開心 那我就走得安樂了 你去哪兒 我的朋友來了 你的朋友這麼熟口臉 他是模特兒 我走了 最後跟你說多一件事 你是不需要把我跟你說的每一件事 告訴你男朋友 有時候只要給他一點危機感激 也是一件好事 明白了 你真的明白才好 嗯 再見 再見 我叔叔, 給你一杯咖啡 子忍, 天后Jerry在做事上來的 阿慧 可能塞車吧 稍後人家上來 你們盡量不要太失禮 甚麼不要太失禮 你當我們不懂禮數嗎 我聽到你說甚麼 真是的 其實我跟你們說了 David就是普通人 我都不明白怎麼上來報他 子忍只見過他幾次 就徹底改變了阿豪對子忍的態度 你這就高人了 我也很想回一回他 不是, 那晚我走了之後 David跟你說了甚麼 為何突然之後他又不見了 那人家吃完東西就走了 不如我沖杯咖啡給你 Defly 好, 這位是… 這位是我身邊的人聽著 是, David呢 David他去了美國 好像說那個搖滾歌姬Judy Mimi 想在美國發展 所以他過去幫忙 不過David這麼有料 我也知道我留不久了 不過我答應了他, 我會繼續努力 我可以開始就行了 好 阿哥 好, 你們先進去 來 上網也找不到 那天跟David走過模特兒的資料 也不是你說的那個 我只聽到椰龍去猜 無名無姓怎麼問 來, 先去工作吧 Tracy, 你找到整個早上了 來, 休息一下, 先喝杯咖啡 我不喝了 一口 你先休息一下 來, 試試看 真心 風水輪流轉 梓妮的話, 倒輪就 Pris 你兩個最心涼了 如果再高興緊張 我感覺莫容得收起 我 package 努力 一格一格正能量儲備 能置身的 極重凡認真美 两个世界可一样 词词汇书那场那黑暴泥 仍然并显示 有个分拥地当我主角剧情 极西美 事实高博 代用那水仍卑 我要对你花心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